謝謝主席 經濟部誰來啊 市長 杜市長 來 有請杜市長 有關這一次 全國產業發展會議的結論裡面 分成三部分 產業結構的優化 貿易條件的優化 投資環境的優化 那在 這些優化的 一些意見裡面 我們今天特別擔心的 就是 對弱勢的 一個類化 對弱勢的類化 那弱勢就是勞工 跟環境 環境 維護環境的人是弱勢 也只是少數 然後這一個 勞工雖然他多數 但是他很弱勢 那這些都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 除非我們有大作為 不然的話 這兩個弱勢 會更加惡化 為什麼我們的平均十足薪資 會倒退十四年 好 那這個就是證明啊 勞工是弱勢的證明啊 好 那你現在要優化 你並沒有其他 好 其他有效的措施 來確保 這兩個生產要素 一個環境 一個勞動力 所以他 這個 條件的 權力的 一個確保 那必然的 就會 強則欲強 弱則欲弱 那現在整個社會氛圍 經濟成長 已經 在亞洲 已經這個 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 所以 大家在惶恐當中 所謂機不折死啊 好 狗急跳牆啊 好 像 你這個經監會所提出來的 自由經濟 示範區 要給中國 WTO的待遇 要給其他 好 這個橋外資 抄 WTO的待遇 這必然會使 原來的弱勢 好 會更弱勢嘛 這必然的嘛 好 所以今天啊 台灣的這個產業結果 等於說 15年來 相形的 一個退步 那15年的墮落存倫 今天已經 到了一個崩壞的地步 接下來的15年 如果不能順衰起壁 化危機為轉機 那大概15年後 台灣就完了 所以這邊 這邊 這個我們來檢討一下 韓國 檢討一下韓國 韓國在2008年到 2000 這個 011年啊 也就是 馬英九上台的這4年當中啊 它的出口 成長率多少 這個 你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注意這個數字 我我我注意到他對歐洲的部分 大概成長 應該是接近5%的樣子 其他的部分我倒沒有注意 對 在2008年到 2011年之間 台灣的出口 從 2556.29 億美元 增加為 3082.57億美元 成長率是20% 那麼韓國呢 是從 4220億美元 提升為 5552億美元 成長率是 31.56% 那麼相對的 相對的 相對的 這個 2011年 韓國的出口 比台灣 多了 80.1% 但是 回顧一下 1997 韓國 面臨的 這個亞洲金融風暴 所以 他 空前的危機 外匯存體 竟然只剩下 60億美元 所以還得到 IMF 國際貨幣基金的緊急 美元的援助 援助的 580億美元 才 將它的流動性 把它 彌補過來 但是 到了 2012年 年初 就是二月的數字 它的外匯存體 已經高達 3158億美元 跟台灣相當 跟台灣相當 所以 韓國順衰起幣 化 危機為轉機的 這個例子 如果在我們台灣 以目前 我們把 2012年 當成 韓國的 1997年 的話 差不多啦 大家都一片悲觀 薪水 平均 薪資 實質薪資 能倒退十幾年 差不多啦 這個時候 你的作為 是所謂 全盤接受 產業發展會議的結論 這些要求嗎 還 那如果接受這些要求 你的 這個 預期目標 執行的 執行的 可能狀況 會有什麼樣的 一個 一個 成效出來 你今天 是不是講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一次 167項 多數一件 跟33項其他意見 我們會花三個月的時間 找各部會 針對其中 具有 相 具有共識 而且有可行 方式的部分 我們會把可行的做法找出來 然後找出來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定定他的執行計畫來分別進行 所以現在還在演你當中 我們根據這樣的一個整合意見 我們會做進一步的分析 因為這個全國的產業發展會 大家來自不同的單位跟角度看法 多多少少會有差異 也未必政府機關能夠全盤照收 所以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檢視跟討論 其實這些貿易條件優化啦 產業結構優化啦 投資環境優化 都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啦 你看 以這個產業結構優化來講 加速推動新興產業 大家都知道 石油危機 會越來越嚴重 那麼即使啊 這個美國他因為 技術的突破 能夠從這個 從這個 業員 來 煉油 但是這是 美國 自己 的一個突破啊 那整個 國際的 這個 油的供應 供應 來講 還是危機重重啊 我們還是現以困境啊 但是這個時候 你都 你所提到的 要克服電動車生產跟行銷的障礙 現在啊 我們 我們知道的電動車的生產跟行銷啊 以國內的廠牌來講啊 這一個 最盛的時候是什麼樣 這什麼時期 那現在情況要怎麼樣 你這個電動車啊 電動車目前投入生產的包括了電動公車 電動汽車跟電動自行車都有不同的廠家投入 那 對啊 總啊 總體啊 總體啊 總的數字啊 倒了幾家啦 倒了幾家啦 我 我 全盛時期 這數字啊 它現在是 是這個 蓬勃發展呢 還是現體低迷呢 還是已經嚴重的 這一個 這個 退步呢 它是一個新興產業 所以它在過程中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障礙存在 所以它要逐步的克服 以目前來講 他們應該都還在 以研發為主軸 然後在服役推廣的方式 現在都在這個 國演殘船啊 都在國演殘船啊 然後 所有的這個電動車啊 它的產銷啊 幾乎都是靠國際的市場 發展了十年以上 甚至二十年的 國內市場竟然沒有建立起來 好 這怎麼像這些廠商交代啊 委員指的 你看你看中國 中國你看很多城市 一開始 好 電動 電動機車 孫進就沒有 這個 摩托車 它都是電動車嘛 好 中國大陸它是用禁模的方式 也就是說由行政機關下令 除了電動車不准進入市區 它在建立 內需市場的時候 破例是那麼的 好 這個果斷 有效 呃 那我們國內 為什麼對內需市場呢 就不建立 因為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今天大概 這跟多元無關係啊 中國大陸它是用環保的名義來下令 所有的汽油的機車不能進入市區 我們是多元化的社會 對這些廠商 過去的投資擴敵 哦 這個投資優惠 也是鼓勵很多啊 也是犧牲了 這個好幾千億 上造的這個稅收啊 那如果 把這一部分 轉移過來 用福島的 用建立市場 來 這個取代 它的投資 擴敵 那效果 永遠不同 但是呢 成 整個國家的 這個成本呢 是一樣的 以這個為例啊 表示說我們的人啊 我們政府啊 沒有腦筋啊 委員了解 而且沒有良心啊 我們在一百年之後 就沒有再用租稅的方式來做這些 我們都是用市場 但是過去那麼長的時間呢 過去那麼長的時間呢 所以你對這個所謂新興產業啊 根本都是可惠而不實啊 叫他們去自生自滅啊 然後呢 不然就是 把這個成本 轉嫁給我們的 國內消費者啊 最後國內消消費能力 沒有建立起來 大概 他們也就有這個意死計分啊 都是這樣啊 很明顯啊 所以啊 這些啊 其實啊 我相信 他們現在企業啊 變成走投無路了 以前那個中國可以走啊 現在中國也要 也要挑細嫌耶 你想留在那邊 他把你趕走耶 你沒有符合他的標準的 環保標準 齁 投資報酬率的標準 齁 他就把你趕走啦 他用很多方法耶 不只是這個價格的一個工具耶 他還有很多行政的工具啊 所以現在台商啊 有些回來是 他真的待不下去了 那很多喔 所以我們應該定一個標準 如果 回來的台商 齁 沒辦法使台灣的工資 率提高的 你就應該不准他回來 齁 回來對 因為這個勞動生產率的貢獻 導致他可以付出 齁 更多的 更更高的薪資的 如果做不到 就不讓回來 這個主標很簡單嘛 這勞委會 要堅持 齁 勞委堅持 你回來結果還是工資 這個不上漲 回來結果還要叫我們多用外勞 對外勞也不一定是問題 但是多用未來結果排出了 排擠了 內勞 那使工資呢 再更 不能上漲 那台灣不是完蛋嗎 齁 所以啊這個經濟滅國 齁 經濟滅國 是十五年的左勢 那未來十五年如果不能順衰取弊 齁 不像 這一個韓國過去的十五年一樣 能夠因為危機而發生轉機 能夠因為倒地反而奮起 齁 那我們倒地不齊萬節不戶 齁 近在眼前十五年後見真章 這十五年就看這個政府的公部門 良心良知到哪裡去了 有沒有發揮功能 謝謝